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Kan Sir 今天其實是想介紹一隻新的遊戲給大家 就是一隻叫巴比倫的雲諾 介紹還介紹,不一定是推薦的 這次是推薦大家不要玩這個遊戲 為什麼會這樣呢? 慢慢講解我們吧 畫面裡面的素材 右上角會看到有些觀眾的留言 為什麼呢? 因為是我揭取我自己直播的時候的畫面 其實我沒有刻意去做任何內容的分割 因為這遊戲的內容真的不值得去討論 其實我有希望自己開一隻遊戲 揭取過一些新的素材 但這遊戲確實一開,我就不想再玩下去了 所以我就唯有用一次我直播過的畫面 隨便給大家看看有多噁心就算了 這遊戲本身為什麼會吸引到台獎科金去買呢? 因為主要是由白金工作室去做的 白金工作室就是做Near 魔兵驚天鹿 尼爾人形 但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去判斷一個人 是好人正壞人 不能夠純粹是從他過往做的什麼 正等於說某些人 在很多年前都曾經支持一些民主制度 但是過了幾十年之後 紛紛都轉投第二個陣營 所以不能夠 只能以過去的往績去批判 一個作品到底是不是成功 這次就是這樣的例子 白金工作室已經失手了 所以我們也不要再討論了 我也挺震驚 我自己做這個遊戲評論的時候 其實上網也有收集一些 看看別人怎樣說這個遊戲的意見 竟然讓我看到台灣 有一些國語的評論 是可以讚這遊戲的 他讚它什麼呢? 他說最大的特色 就是這個遊戲可以同時裝四種武器 去做一個戰鬥 但是整個遊戲其實只有五種武器 即是五種裡面選四種 他就覺得裝備很自由 大大增加戰術的可能性 以及增加玩家遊玩的樂趣 我覺得這些評語 確實是真的 不懂怎樣說 簡直過分 畫面裡面大家會看到 這個遊戲你給了三個幾四個水 有些人是給四個幾水 Digital版 下載了下來 其實你還要做一些日常任務 甚至乎有些所謂的科金的位置 是給大家像手機遊戲一樣玩下去 簡直是無恥的 這個遊戲 好了 有人說 這個遊戲賣得那麼差 或者同時在線人數那麼低 是因為遇到Elder Ring 所以死得很慘 我可以告訴大家 絕對不關Elder Ring 即是這些遊戲 就算撞到的 只不過是一隻白癡遊戲 就算同期沒有遊戲出 我告訴你 就算被人捉去捉高灣旁 你也不會想玩這些遊戲 這個遊戲 它本身有很多過場 是用PowerPoint形式的 一些正態的過場 配合一些油畫風的風格 本身是很漂亮的 應該要加分 但是油畫風 也不是老風漂亮的 它這裡就突顯了一些 噁心的油畫風 你看到一些配色 經常想做一些仿古的配色 但做到不倫不類 配音又難聽 本身它的玩法 好像Monster Hunter 在大廳裡面 招勞人局也好 或者找朋友一起加入 四個人一起去打副本 但是四個人一起打 兩個一起打 三個人一起打 和一個一起打 在副本的玩法上 除了四個人一起悶 三個人一起悶 和快點悶完之外 其實在戰術上 是完全沒有任何分別的 所以對於我的Cancer 這些中年人來說 除了睡覺之前 或者很久沒有跟朋友見過面 大家在PSN那裡 其實只不過想吹吹水 和遊戲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你說開來 大家搞個派對 一起玩一下 如何被騙了四個幾歲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就想不到其他有什麼去玩 你看到 我這個畫面 還有Premium 以及利用日常的素材 那也是了 我都不會再說那多了 戰鬥 很悶 基本上可以按 你說有沒有閃避位 有的 打擊感 我感受不到 我看到有些贊助助她的視頻 即是有些影片 說得到有一個很獨特的打擊感 如果獨特就是差的意思 我覺得這個評論都可以接受 故事 十分公式化 純粹就是一位英雄 拿着某些特别的武器,即是四把武器的不知是什么之官 守护巴比伦这个国家,然后去打敌人 就是这样 听说见到其他game review,就说 Endgame 时有些好玩的独特元素 但对不起,我真的捱不到 Endgame 所以这个游戏算了,好吗? 我们今天的评论就到这里为止